2018年7月10日45时8分,我国在西长卫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三号载运载火箭,成功发射了第32颗北斗导航卫星。 这颗卫星属于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,卫星入轨并完成载载轨轨轨测测试后,将参与北斗二号系统的运行服务。 北斗星通始终已推动北斗产业化应用,助力导航产业发展为己见,致力为全球用户提供主要的产品,解决方案及服务。 当前,北斗星通正加速企业上规模、上水平、国际化发展步伐,主力构建北斗加新业菜、公司完全自主的接收机、天纤等核心技术产品, 以为国际著名组织X,欧洲伽利略系统管理局随列入推荐名录,因北斗生、半北斗长的北斗星通,定将半北斗加速成长,走向全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